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九十年前 厦门诞生了中国跨洲飞行第一人 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飞机为何物厦门飞行员陈文林完成了从英国到厦门的跨洲飞行 陈文林虽为公众人物起影像照片 却寥寥无几 这确实是一个遗憾 但令人惊喜的是 最近陈文林又一颖照被发现 昨日 厦门闽南文化研究者李世伟 向本报记者展示了一张珍贵的图片 1929年6月23日出版的《经报图画周刊》上刊登了陈文林全身影照 配有大飞行家陈文林驾机回国抵你的标题 《经报图画周刊》陈文林的影照李世伟公图 1929年 陈文林驾驶厦门好 从英国飞回中国厦门 创造了跨洲飞行三万里的壮举 引起海内外航空界的关注 当时全国媒体 争相报道 南京飞行杂志社中国航空严格一文评价 他是成功完成国际飞行的第一个中国人 陈文林驾机回夏当时的媒体报道 李世伟 公图陈文林奇人与他的飞行故事李世伟介绍 陈文林是个土生土长的厦门人 幼时在古浪宇浮明小学读书 毕业后进入英华书院学习 高中没毕业 就到设在古浪宇的丹麦大北电报局当个小职员 1922年 22岁的陈文林赴德国陆军学校学习 1926年归国 侍奉厦门中华中学校长陈金芳 正在组织学生军陈文林应骗担任了该校学生军总指挥 学生军解散后 正当他为前途发愁时 陈金芳积极鼓励和引导他到国外学习飞行技术 将来报效国家 此时 厦门军界也对陈文林的举动十分赞赏 由军方出自送他再度赴德国航空学校深造 李世伟说 陈文林的这段经历是陈金芳的职子 原厦门二中老师郑梦雄向他讲述的 跨州飞行惊险 连年1928年 学成归来的陈文林被委认为厦门航空处筹备员 并奉命赴欧洲购买四架飞机 原计划是用船把飞行运回厦门 但陈文林执意要亲自驾一架飞机回国 于是 由当局出面与沿途十多个国家交涉 促成跨州飞行回国之势 1929年 陈文林携丹麦飞行员约翰逊 驾驶命名为厦门号的飞机 从英国伦敦出发 途中历经三次险行 六次损坏 外加陈文林在缅甸当时的首都仰光发瘧疾 以及在世界各大城市停留游览 实际飞了28天 回到国内 1929年5月12日上午 飞机先抵达广州 然后在下午2时45分飞抵厦门五通 后应欢迎大会场所设在层促岸 飞机在30时15分 飞抵层促岸机场 受到厦门各界的热烈欢迎 全国各地媒体征线报道 陈文林成为轰动一时的名人 1998年9月 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航空时 民间航空活动一 章中记载 在德国学习飞行的陈文林 于1929年3月13日驾机从英国出发 经过德国 比利时 法国 西纳 伊朗 印度 泰国 越南等国 5月12日飞到厦门 航程约15000公里 他是成功完成国际长途飞行的第一个中国人 尽管陈文林已是历史公众人物 但他的影照却寥寥无几 最常见的只有一张身穿航空兵制服的标准照 陈文林身穿航空兵制服的标准照网络资料 因此这次李时尾意外发现的惊爆图画周刊 在重要位置刊发陈文林驾机回国的消息和全身影照 实属罕见 链接惊爆图画周刊 1924年12月26日在北京创刊 由惊爆社长兼总编辑少飘评创办 厦门走在中国航空事业前列厦门社科院 古浪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詹朝霞说 厦门的航空发展起步较早 机场建的也较早 可以说是走在了中国航空事业的前列 而陈文林是厦门航空事业的直接推进者 詹朝霞说 今天从英国伦敦直飞中国 只需要十几个小时 1929年 厦门人陈文林驾驶厦门好 从英国伦敦飞到中国厦门 用了六十天的时间 实际飞行二十八天 也许我们会觉得 陈飞林不是飞得太快 而是太慢了 可是如果时间到六九十年 我们就知道 陈文林这次跨洲飞行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 詹朝霞说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 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飞机为何物 宋美林与陈纳德的飞虎队还遥不可及 陈文林驾驶厦门号飞越太平洋 飞行三万里 穿越欧亚十数个国家 对中国飞行界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停机屏上的厦门号飞机理事委公图据他介绍 此后两三年间 陈文林经常驾驶厦门号参加厦门全市性的大规模活动 如国或展览会开幕 厦门香港游泳大赛节目等 计工区为融会图 机身与机上的机械和设备 全部在厦门加工制造 经历三个多月完成 改造完成后的飞机时速约45公里 可连续航行6小时 经陈文林试飞 甚为满意 7月19日 航空处招待厦门新闻界前往参观 由陈文林驾驶新机在空中表演各种飞行动作 约40分钟 1933年7月20日 清晨5时30分 陈文林协同纪工长王生海 驾驶将却号自厦门层促往机程启航 开始全国飞行的壮举 陈文林京福州 杭州 上海 南京 徐州 济南 天津 北平 宝定 石家庄 张德 郑州 驻马店 汉口 安庆 然后转口南京 上海 10月12日 又从上海起飞 经杭州 福州 于10月22日上午10时 降落层促岸机场 当天下午 层促岸机场再次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共30多个团体 五六百人齐聚层错案 欢迎成功驾机飞行全国的陈文林和王生海 欢迎会主席刘正平在致辞中说 此会的重大意义有三点 第一 时局已日趋严重 世界大战预兆已临头 航空救国 于国防上实为重大 第二 陈处长所驾江雀姬 系厦门航空处自造 驾自造飞机 飞行全国 这是头一遭看见 实为中国航空史上光荣之事 第三 中国人能加自造飞机 做全国飞行 这证明 中国人能力不在欧洲人之下 亦使老大国脸孔上多点光荣 陈文林则表示 此次还飞全国的最大目的 在于宣传我国航空事业 有两点需注意 一是能研究自造飞机 使中国不必全靠外国 将来逐渐有完整制造厂 二是驾驶人才的培训 这位中国跨州飞行地 艺人您认识吗 点个在看 同更多人分享文章记者 郭小婉图 李时尾提供来源 都会圈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方本压的设计 致珍 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